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四 今天进行的单元给个说法 民间四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 施洪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施律师 我们不论是不是学法律的人 但是都会对一句话我相信有感 那是跟法律有关的话 就是治乱式用重点 对吧 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话 我从小就听了 比如说忽然之间 不知道是基于什么样的一种社会的传染力 忽然之间 大概在几个月之内 发生极其重大的鲁人勒俗 甚至撕票案 这个时候就会有媒体领先来呼吁 治乱式用重点 所以只要是鲁人勒俗 管你撕票不撕票 就跟结果抢劫 什么这些 最重的那个刑法刑度一样 就给毙掉了 我们毙掉不少人 包括结果抢劫 对吧 鲁人勒俗 应该说我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张大哥好 应该说我们的国家的氛围 就是通常来讲 舆论假如说 针对重大的社会事件发生的话 通常就是会有一些 民众就会有一些情绪性的 就是会比较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要用重刑的话 就能够遏止这种犯罪的发生 所以通常来讲就会 制乱是用重点的方式 然后我们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就接着立刻就 甚至有的时候行政部门也就 因为行政部门也有这个可以 也有一些选举或是一些考量的话 他们也会有一些 类似名气可用的这种方式 去制定一些 就是重刑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些犯罪 可是这部分是 是我们台湾比较 欠缺理性沟通的一个可能的状况 去年六月就修正之前的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利益冲突回避法 也就是避免让公职人员 有贪毒的机会 简单的这么说 是吧 要回避 或者说是保护公职人员 让他们不至于一时起贪念 或者是 借由这个职务之便 提供人好处 叫做利益输送 好 那么在修法之前 怎么回事 好像蛮恐怖的 只要违规 好像没有回避利益冲突 就要罚一百万以上的罚还 对 简单跟各位听众报告这件事情 这个其实是大法官 今年做出的第13号解释 就是4-786号解释 这个这号解释 其实要处理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修正前的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就违反了该 原则上就是该法条规定 只要你是违反了 就是没有利益回避的话 它的罚还起跳 就是最低就是一百万 这个部分来讲 到底大法官要审 也是说这个 最低限度这个一百万起跳 有没有太过严苛 而有违反罪行相当的这个原则 这个我们简单跟听众来报告一下 就是大法官解释申请的这个案件的事实的背景 这其实都是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何怡婷提出 这是由法官自己提出了 这总共有三个案件事实 第一个案件事实 其实涉及到一位前NCC的委员 当时他推荐自己的姐夫 担任他自己的驾驶工作 那第二个案件其实是由 就是嘉义县梅三香公所的一个客长 他的配偶担任当时的那个临时人员 但是他身为主管的他呢 却帮太太打了考基 就考基是打假等 然后太太就可以获取这个年终奖金 已经后续那个续聘的 其实金额不多 大概都是两万 两万或是两万以下的金额 那最后一个其实 就是在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的一个处长 当时在办理一个叫做树谷文物清点工作 他需要招募公读生 当时预计是要招募市民大学公读生 这个公读生的实薪其实才115元 但是这个 实薪是吧 对实薪是115元 但是这个组长却要求当时的承办人员 去录取他的岳父当作公读生 公读罢 对 其实已经超过当时他们预计的这个目标 后来这三个这三个案件 其实都当时就已经违反了 我们刚才说那个利益冲突回避法 所以最低的限度 当时就监察院就处罚他们 这三个案件全部都是处罚100万元 后来但法官在行政 他们就经过处院 然后再提起行政救济的时候 何一廷 可能救济吗 对 原则上来讲 依法律规定 他就是最低就是100万 其实他们当时都处以最低是100万的发还 其实在法律上来讲已经是没有空间了 所以审理了这个何一廷的这些法官才认为说 他的这个罪行来讲相对来讲 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我们要承储的话 就是要承储最低就是100万 等一下 这三个也有等差 对 那个NCC的委员 他是有派车的 对 对不对 他当时他他这案件比较特殊 NCC的委员其实就是承办人员 要问他说 你想要谁当你的驾驶的时候 问你有没有驾驶推荐人员 他就推荐自己的姐夫当驾驶 对他的姐夫当驾驶 可是这个驾驶也不是NCC直接派 因为NCC他其实是把这个驾驶工作外包 然后那姐夫去外包的那个公司上班 然后这外包公司再派给他当做他的驾驶 是有一个迂回的情形 是是比较特别 那这一件其实 这个委员叫什么名 这个 我只知道他好像是姓刘 因为他那个申请书上 他有一些特就把他 就是把他 不让他公开 为什么呢 要保护 这个是 因为我看到申请书的内容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不能很确定他的那个全名 NCC的刑刘姓委员 对 那后来还是委员吗 不是他现在已经不是了 他是前恩信息 是因为这个案子 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案子 但是看目前看到之下 他已经不是 就申请书上 他已经是前恩信息的委员的资料 对 所以这一件后来 法院后来在审理的过程中 就认为就说 除了这些案件来讲 也许是相当轻微的一种 案件的 案件的违反 违反利益冲突的状况 可是他的所要负担的责任 却是每一次都是要100万来起跳 结果把 后来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个在罪责上 有情侵法众的情形 所以就申请试宪 结果后来大法官也是认为说 虽然利益冲突法的规定 是合法合线 但是就最低100万起跳 这个范围来看 他还是认为说 这个有情侵法众的状况 所以就这一块来讲 他是认为说 这个是危险的 所以在相关的法律 在去年6月已经完成了修法 对 这个修法大致上方向是什么 就是把100万再减轻吗 对 因为以前来讲 像这种违反这两个 违反这个法律规定 他的法环的金额 大概是100万到500万 他的上 就是他的间距大概是这样 后来他有区分成两种情绪 就是假如说 刚才说那个利用权势的这一块的话 他变成30万到600万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 那种科长 他自己帮自己太太打那种烤鸡 就是应该回避 而没有回避的部分来讲 他变成10万块以上 200万以下 所以这行度来讲都有调整 可回避而没有回避 对 就更低了 对 因为他当这一件其实 假如说按照那个事件生理书的话 他其实比较特殊是因为 担任临时 临时人员的这个太太的工作 他其实一个月大概金额 实领的金额不到2万 而且他这个烤鸡 其实他假如没有重大违规 烤鸡一定是假等 然后而且 还有就是他做太太做的不错 就算是个假等的夫人 是这样的意思吗 就是 没有关系 至少在工作上 他被认定是假等 他先生认为他是有假等的表现 所以他认为说 这一块来讲 有情形法重 所以法院是认为 大法官后来解释 是认为这一块是 就是有违宪的状况 要求要修正 对 然后可是我们后来 现行的法业已经有做调整了 是 总之大法官也指示 因为修法前受不利裁处 而且仍然在行政救济和诉讼之中的案件 都可以在这一个事会的结果 这个事线的结果直下受贿 对 就是说大法官这一次的解释 他特别在理由书 在解释文里面有说明说 不只涉及到 可塑及既往 应该说 不是可塑 就是不包含限制在这三个申请的案件 其他正在审理中的案件 都应该比照大法官会议的 这个解释的内容来去做调整 是 这也就是提醒我们 这个治乱适用重点的 这个思维 很可能会到 将来会带来很多麻烦 对应该说 我们的第二个题目 就跟这个有关 刑事诉讼法修正三读 什么呢 重案的被害人 现在可以参与良刑 对 这个我觉得就跟刚才讲的 治乱是用重点 或者是舆论 参与了 对于法律的解释 我觉得很接近 刑事被害人 为什么受被害人 家属 或者是被害人 可以参与良刑 应该是说 以前来讲我们 当然这个法律的 就是刑事被害人 是不是需要参与 整个诉讼过程 刑事诉讼过程 其实目前来讲 其实国内见解并不是一致的 但是立法委员目前来讲 他是认为说 要提升被害人的这个地位 因为以前被害人 其实在我们的刑事诉讼过程中 他 他其实并不会到 怎么说 他并没有实质的参与 他通常来讲 会被认为说 刑事起诉之后 好像被害人 他的意见就不会被听到 那所以这一块 目前的立法的方向来讲 是提升被害人 让他可以实际的去参与说 针对于他被害的这个状况 来去跟法院去陈述 让法院可以减少 我们司法跟被害人 这种情况的这种疏离感 这是目前 减少什么 被害人跟刑事审判的 这个疏离感 因为被害人以前 他只是被晾在一旁 他其实不会 在诉讼过程中 他不会听到 被害人的意见 不管他 这个是不是被晾在一旁 他为什么要跟法律 有那么 要有亲密感 应该就是说被害人 假如说我针对 侵害我的 伤害我的这些 这些犯罪行为人的话 我对于他的这些刑度 或是对于他证据的认定 甚至对他的 对他的说明 或这些 我其实被害人 原理上来讲 是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以前在 这应该他表达 他又不是审判者 可是他是事件的当事人 以被害人的角度来看 他已经委托了检察官 对 所以我才说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司法事务上 是两个 那我现在有个问题了 我们的法律 究竟含不含有 或者鼓不鼓励 报复成分 就是所谓的报复主义 以目前我们 刑法的这个思潮来看 我们是不鼓励 报复主义是一个落伍的 是一个反动的 对不对 是一个或者说 臣服的观念 对吧 是不应该被鼓励的 对 那你让受害人参与良行 这是置他于不能摆脱的 报复主义的地位 不是吗 这个是 我现在贬你一顿 然后你到法庭上 你还痛着呢 你是不是不能自免的 想要也让我痛一下 我等一下跟 就跟大家报告 这个程序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说 这其实这里面 还有一些程序 其实是在调解被害人 跟被告之间的一个方式 他并不单纯只是鼓励一个 所谓的报复主义的这一块 可是这部分 我等一下跟 我等一下 等下跟整个报告完之后 我会再跟他讲说 为什么他其实不单纯 只是还有报复主义 他其实还有一个修复的过程 你参与了 我对你造成损害的良行 可以修复你跟我的关系 有这里面其实他有一个 有一个机制的设置 那就不需要法官了 你来修复修复就可以了 这个在 其实我先跟大家整个报告一下 让大家来解释一下 我现在不插嘴 首先来讲被害人保护 跟诉讼参与这个部分 我们立法院三途通路的这个部分 他其实最主要出分两个 就是被害人保护 被害人保护的部分 他其实是陪同在场的资人 他在侦查中跟审判中都有增加 以前来讲在侦查中的话 只能限于说 他的法定代理人或配偶 或是直系血亲 或是三亲等类的旁系血亲 或是家长家属 医师跟社工 他是可以陪同在场 陈述意见 但是我们新法里面 他增加了三种三类的人 第一个就是心理师 第二个就是辅导人员 第三个是被害人所信赖之人 这个按照立法理由里面的说明的话 比如说像是他的保姆 还有同性的伴侣或是好友 这三种人都可以陪伴在被害人的身边 通常来讲 这种情形通常会设定在 比较像是性侵的状况 那种被害人的话 有时候需要其他人的陪伴 他才能够一个完整的陈述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他后来有再增加这一块 那审判中以前是没有规定说 被害人是不是有了 有谁可以陪同 那目前来讲 我们还是比照侦查中的规定 就是上海这些人 也可以在审判中来去做陪同 可以实际参与 对可以实际参与 参与这个审判 对 但是并不是良刑吧 不是良刑 这一块不是良刑 这只是保护被害人的一个手段 对 那第二个我们要讲 就是刚才说到 他在侦查中 新法规定检察官在侦查中 或是在法院审理中 可以将案件移赴调解 或是依照被告跟被害人的申请 转介到适当的机构 去进行所谓的修复式的司法 这个我们刚才说到 所谓的修复式的司法 其实就刚才说 是不是可以涉及到 是不是报复 这个其实修复式的司法 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 比较新的一个司法程序 他是透过被害人 假如说跟侦害人 他们愿意去做一个 有建设性的对话状况之下 应该说在实质上 就发生事情的原委 去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 一个人性侵了另外一个人 或者说杀害 把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搞残废了 终身的残废 或者说就是这种重伤害 然后你要让 为了要不想要受到太严重惩处的 加害人去修复 去被害人面前说几句好话 修复修复 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不是说 应该说这个修复式的司法 其实这个是源自于纽西兰 他的目的其实说 源自于纽西兰 对他们纽西兰 他们有在做一个修复式的司法 目前我们在台湾的话 我们地检署这边也还蛮多在做 他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说 双方都要有意愿 假如被害人他没有意愿 他们就不会参与这个修复式的司法 被害人还是有他的拒绝的权利 对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个修复式的司法 其实很多以前就说 比如说我无缘无故被你殴打好了 随机式的打人 或随机式的杀人 他被害人也许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你选择的对象是我 然后你对我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假如说那个加害人或是被告这边 他有确实有诚心诚意的要求原谅的话 他们可以透过彼此的这种对话的过程中 在这过程中 其实他有一些精细的设计 他有一些 在有一个主持的这个会议的人 他们去面对面的沟通过程中 把这些彼此间的一些想法 去做一个沟通最后面会达成一个怎么说 他们修复的不是一种 这个是你想象中会会达成一个什么 可是实际上我们真的有达成 我印象中好像一个死刑犯跟那个被害人 这边他们有达成一个修复式的事 但不是说 但这个是个案 或者说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形成一个通力吧 对可是我可是我说这个条文设计的是被害人他一定要同意啊 假如说被害人自己都艳遇 审着相关犯案的话 他是可以去做成这样的 就是可以去移赴这种 这个我是暂且不问 第三个是说 保护被害人部分 他有一个保护隐私要做适当的隔离 就是说 在法官跟检察官在应该要注意说 被害人跟家属的这个隐私保护 当遇到这种开庭的这种状况的时候 有时候必须要做适当的隔离 不一定要让不能让被告跟被害人直接面对面 或是说让不相干的地方者去参与看到这些相关的事实 所以他们有规定说 必须要去做一个适当的隔离 这是第一个 好 那第三个 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做 要说明是说被害人参与的这一块 被害人参与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们是直接去新增了一篇 叫第七篇之三 它的标题就是被害人诉讼参与 它最主要是有八点的 八点的规范 第一个就是特定的犯罪被害人 他可以参与申请参与诉讼 这特定的犯罪其实它限定在侵害被害人的生命 身体还有自由跟性自主这种案件 的被害人他才可以去申请所谓的诉讼参与 他已经有限定案件的范围 简单的讲就是重伤害 对 杀人 杀人 伤害 性侵 性侵对 还有比如说妨碍自由强制罪这种 强制罪 对这种是可以申请的 然后可是他申请有一些他就第一个他必须要提出书状 第二个他必须要法院审核觉得适当他才可以 也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去要要求去 我要参与诉讼 比如说像那种我觉得法院未来但我还不能确定未来实物操作 是什么可是假如说被害人的只是一昧要求是针对说他的情绪的发泄 的话那这一块来讲可能在法院在审理中的话可能会考虑到是不是适合被害人来参与这一块 这大概就是说我记忆让在法律上开了一个小洞说你可以来参与 然后又我要好好的审审你你不要有不同什么动机你是不是脱了裤子 放屁也不是说法院可是我是我那个比喻对不对 有可能会发生另外一个就是犯罪的参与人他也可以选任代理人就是可以选任律师 然后这些相关的规定也都是适用被告选任辩护人就是这个规定 然后第五个来讲他是说在审判中的话他的卷证或者就是被害人他原则上他可以透过律师或他自己来 知道所有侦查中所有的相关资料 然后第六个就是准备跟准备就是在审理的过程中的话都必须要通知被害人到庭 让被害人可以去参与 还有呢 还有还有两最后一个就是比较重要就是他可以被害人可以对科刑去表示意见 对求刑可以可以表示 因为以前来讲只有被告他表达意见的 他可以去表达意见 但表达意见有什么加权的重量吗 这个是顶多也就是说你可以表达意见 这个听听就算了 就是就我在实务上来讲我曾经承办过一个家暴杀人案件就是杀母案的案件 其实到场的那个被害人来讲的话 被害人他是家属 家属来的话他其实是希望原谅这个被告的 所以他不见得是说 那你就在良刑的时候就个别案件 你法官总有一点人情智慧会可以 但是他放在法律里面 要让他变成一个通力 就是至少法院在做这个部分来讲 他在做良刑的时候他有个法律上的依据可以去做参与 我认为那是没事找事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给个说法单元 明年斯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 施宏城律师在我们现场 刚才我们的第二个题目 刑事诉讼法修正三读 也就是说重案被害人可以参与良刑 大概是这个修法里面的一个小的环节了 我刚刚插话他插太多 具体的你再把最后 你觉得这个修法的利益和目标 就简单的给我们做个结论 好简单讲我觉得这个修法目的的话 其实是提升 真的是要促进被害人在这个 针对他自己切身的这个所受到的这个伤害 能够切身在反应在我们的诉讼实物中 让被害人跟我们的司法来讲 不会形成太大的脱离感 那相关的这些规定都是促进于被害人 有助于促进被害人跟司法的一个互动 我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部分目前我们的修法方向来讲 不管是针对科刑表示意见 或是对被害人这个在场权 或是他们隐私的这些保护来讲的话 相对来讲我认为是算是相当完整的 好 但是被害人的声音变得大起来以后 就他有协会 叫被害人什么协会 对就是被害人这边 他们有相关的一些组织 都有在做这一块的推动 那目前来讲司法事务是认同这种 这个这个的方向 所以他们我们才制定的这个犯罪被害人的 不然是诉讼参与或保护的推定 也就是说犯罪被害人的声音 要在法庭上更清楚的被听到 对 好的 我们在这个利益上没有问题 因为每个人的声音都应该被多多的听到 对 好 申请再审的当事人 可以到庭说明 这个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了 申请再审 再审我听说是很不容易的 对 非常难 对 好 那么这个当事人可以容许他到庭说明 原来是不准到庭说明 应该说原则上来讲 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在立法院其实三读 最近来讲在12月10号除了通过刑事 那个刚才被害人这个保护及承计参与 这个规定的话 他另外还通过了再审的这个规定 那再审来讲 为什么刚才张大哥说听说再审非常是因为 再审是已经针对已经判决确定的案件 而且多半申请再审的是是加害人 就是犯罪的人 对对被告自己被告了 对因为通常来讲都是因为他被判有罪之后 他觉得有些对所以他才会申请再审是他另外的一个救济管道 对所以他们最后常会真的可是再审因为已经判决确定了 所以要开启再审的程序是非常难的 然后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再审这一块针对再审的救济程序有在做更完备的规定 我简单来跟大家来报告再审的这次的修法的一个几个重点 我先问一次 再审是事实审还是法律审 再审他是在从哪一个程序上启动 再审应该说再审他的要件来讲 通常来讲必须说你原来的 比如说原来判决认定的这个证物可能是被伪造的 所以事实是有可能 对就是你必须要有 通常讲我们所谓开启再审的程序来讲 我们最常用都是要有一个新事实新事证 就是新事实新事证可以推翻原来 你认定我判决有罪的这种状况之下 可以开启再审的程序 可是再审程序以前我们规范的 不是那么完整的状况之下来讲 再审通常法院审理的时候 是我第一个申请书进去 我首先我要有判决的原来的判决的原本 可是判决原本有些人其实比如说时间久或干嘛 我没有留着 可是我这样程序就要被驳回了 这是第一个程序 所以目前来讲判决原本的话 假如说你真的疑似的话 法律规定你可以做一个说明之后 再请法院去调 第二个部分来讲 以前我们在审来讲 就是因为他已经是判决确定 所以我们通常都只是提出书面 让法院审理说 你讲这个理由里面到底有没有可能是 是有可能去推翻原判决的新事实新事证 他就单纯做一个 必须要有新事实新事证 应该说他是在审的开启的条文里面的一项 他是第六款 或者说前面有 他其实总共在审开启有六款的条件 那最后一项是比较概括 就是你只要有新事实新事证 可以动摇原判决就可以 这是我们实务上比较多人用 因为原来的判决 他其实有规定说 比如说你原来判决依据的证物 是被伪造或是变造的 可是通常情形比较少见 要不然就是鉴定人 或是你的证人 他被证明说这个是伪造变造的 或是说你起诉了检察官或是警察 有被判所谓的贪账枉法罪 类似这些罪嫌才可以提起再审 可是那前面五款来讲 在正常来讲实务上来讲 真的都是比较少见 所以再审通常提起的大部分来讲 都是以新事实新事证去做再审的提起 可是新事实新事证来讲 原则上以前法院是做书面审理 我看你提出你自己说的这个新事实新事证 是不是所可以推翻原来判决的确定力 所以通常在书面审理的时候 没有透过再审的原告 跟法院之间去做沟通的话 往往书面审有时候跟人就直接去沟通 往往还是会有一点落差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的规范是说 就再审的部分 原则上是除非有特殊的情形 应该说除非有特定的例外状况 不然原则上都是要开庭审理的 那我问你 我们刚才前面节目的处理的第一个话题 不问青红照白 那三个案子 也就是所谓的贪毒 或者说涂利 涂利姐夫 涂利妻子 涂利岳父 他们被判刑确定了 应该说 那等一下 那我现在要开启 是开启再审吗 因为大法官有新的解释 对 这个叫再审 对 他们现在就是 那这个没有新事实 也没有新事证 可是他们原来判决这个法令有变更了 这也是一种 哦 这也是一种方式 好的 现在那 令院现在三读通过 是吧 在审的当事人可以到庭说明 对 这个意义是什么 就如我刚才说 原则上来讲 以前申请在审案件 法院通常不会开庭去审理 所以他都是书面审理 然后他往往就是 我们书面审理的时候 跟我们当事人到庭去表达 比如说法官有什么意见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去做一个沟通 就是说法院不会单纯看我们的书面资料 就 可是他比如说他有疑惑 可是他在 在因为他是书面审理 所以他直接 比较倾向的方式 可能就是直接驳回 他不会就我们的疑点部分来去 跟我们去做面对面的沟通 那也许我们可以适宜 法院的疑点 让法院可以更倾向开启再审的程序 也就是说当事人可以当面向法官来 要求做对当事人 也就是这个原先的被告 对 较为有利的 对 另外而且在当庭的时候 对 以目前来讲 而且我们在省的这个新规定 我们还可以申请法院来去做调查证据的动作 所以 假如说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话 当庭法院有什么质疑 或是有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提出要调查证据的管道 那透过调查证据的方式来推 来查到所谓的新市新市政 这是目前来讲在省开启的一个新修法的给予的权限 好的 另外一个也跟立法院的三读有关 监察院要设置国家人权委员会 不是很多人都说要废掉监察院吗 既然废掉他 怎么还要再给他下面跌床嫁屋的增加一些机构 应该说监察院设国家委员会 不是国家委员 国家人权委员会 国家人权委员会 这其实就我看到一些相关资料来看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监察院的一种转型 就是把它转成类似走向人权 人权调查机构的一个机制 所以原来监察院他的一些权限的话 那是调查公务人员有没有贪赌吗 对 以前来讲他的法定职权是这一块 可是目前来讲 我们假如在监察院设置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话 他的工作项目来讲 原则上来讲 假如说依照条文来看的话 他其实涉及到针对于酷刑 或是侵害人权的这个 侵害人权或是有形式上的这种歧视的事件 来可以去做进行调查 而且他可以依法来处理或救济 换句话说你只要是涉及到 不管是性别歧视 或是人别歧视的状况之下 监察院议上他都可以进监察院都可以去做进行调查动作 所以他已经单纯 不是说像原来只是针对公务人员违法 违法违法乱纪的这个部分来去做纠举纠正的动作 而是朝向更高一点的层次 然后又把重视人权这个普世价值抬得非常 这个叫做 反正抬得非常重要 可是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国家已经通过两公约之后 其实人权的这个概念来讲 其实是我们既然已经接受两公约的话 他其实已经内化我们内国法的话 其实就需要一些相关机构来去看 有没有落实我们人权保障的这个状况 那监察院其实 以目前来讲这个法律的这个设置 他其实是有点像转向于人权的监督的机构 来去做这一块 那其实这一块是 未来监察院就是可能在 你看像陈思梦那样的人 随时都会 他提出来的都是政治上面 有就以政治的正确与否为前提 这个对于监察院的职权 尤其是他的新职权 你觉得有可以值得期待吗 可是因为我们监察院这个国家人权委员会 他的设置的这个监察委员里面 他必须是对于人权议题 及保护是有专门研究跟贡献的人 所以他不是现任的监察委员 不是现在监察委员只有七个可以 还包含院长总共八个人 可以加入这个所谓的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组成 因为我们监察委员总共二十九个 里面其中只有八个可以加入 可以变成所谓的 包括院长在内 包括院长在内 另外其他七个的组成 必须要把那个组织法里面有规定 就是必须要对人权议题 及保护有专门研究 及贡献生育着助者 或是具有促进及保障人权 有关之公民团体实务经验者 才能够去才能够担任这个人权委员 这个有点怪 因为这样的话就表示说 至少在最初领选监察委员的时候 你就先保障了七个名额 保障了七个 不管是你说谁提名 或者是有七个人 生育着助 这些都是很空洞的话 也就是你已经有了七个 你怎么去选监察委员的标准 而重点不是在他 是不是担任了人权委员 重点是他保有了监察委员的资格 这个很恐怖 张哥讲到了一个重点 你只要是号称或者是宣称 这些人是人权 他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在他过去的经历里面 是有正好差不多那个政党倾向 跟他的政治倾向 跟他的意识形态倾向 不是吗 可是就我们法条里面没有办法看出 就实务上看得很粗 但是我们法条是规定 因为他其实就 所以我问了 我问的就是 到底他是在保障什么的名额 并不是人权委员会 保障是监察委员 对不对 也就是监察委员转型 你要非常善观实事 你要对于执政者所强调的人权 能够有及时的掌握 而且还能够获制生育 我告诉你相不相信 以后网红都可以当监察委员 而且都可以透过干人权委员会的委员 这个途径变成监察委员 你看好了 哪怕你只是开健身馆的 就是法条原始上就是规定 必须要针对人权这部分 不管是他要有相当的工作经验 或是实务在参与过程中 是必须要去显著 我们不分他是什么样的 但是每个人都有 假如说这一块人权贯彻 这一块是有机 就是有很明显的攻击 的话是可以担任监察委员的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12月19号星期四 给个说法单元 民间四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 施红成律师 在我们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的话题 这是最近流行的 应该说是很夯的一个新闻 间谍行为 最重无需徒刑 而且终身追溯 不会说过了追溯期了 这个国家情报工作法的三读也通过了 对 在三号的时候三读通过 这跟那个反渗透法没有关系 没有没有关系 这是针对国家情报工作这一块 那不过这一块 其实他修正的其实并不多 他最主要修正的一个东西是针对于说 我们国家情报的范围 他把他那个我们那个产业的这个营业的关键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营业秘密把它纳进去 商业或工业以前被归为 对以前来讲他并不是我们国家情报工作的一个范围 所以这一块来讲假如就算你被泄露出去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事物上也是用营业秘密法去去做规范 那现在来讲他把他这一块产业的关键产业这个资讯的内容 当做是我们国家情报的一个的范畴的时候 所以当你间谍行为去收集到相关产业的关键产业这个秘密的时候 你泄露出去的话 就会涉及到我们国家情报法的规范 而且因为他的行动来讲是非常重的 对所以这一块来讲是 等一下关键产业是关键词对不对 对那什么是关键产业有解释吗 在法条上 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看那个法条部分来讲 他应该是授权那个执法去规定 目前法条并没有明定说 授权检察官 授权那个可能要另立执法 就是施刑法或施刑细则去规定认定 因为这个到底什么是关键产业 其实没有办法现在很明确 所以立法的人就想到一个点子 之后就把真正的意义交付给 可能是交付给行政机关 所以可能行政院就必须要去 对去认定说哪些东西是属于我们目前来讲 国家关键的产业 以目前来讲也许是比如说像我们的金元代工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 也许金元代工相关技术 或是他的产业的这个秘密 也许就被认为是关键产业 必须列入所谓 这个很有趣 我觉得以前我们常常说立法院 如果是执政党的人比较多的话 那么立法院就相当于行政院的立法局 对不对 就橡皮图章嘛反正你行政院 弄了一个什么草案或者什么法案 立法院去盖章就是 现在倒过来啊 这个行政院变成立法院的行政局了 对不对 就是立法院立法院想个点子 行政院你去给我把细节弄出来 可是这一题这个东西也是行政院提出来的 这个法案是行政院提出来 只是说他们透过因为 那谁去就刚刚你讲的谁去定义关键产业呢 以目前来讲我认为还是应该由行政院去定义关键产业比较合适 是因为我们的产业类别其实一直在 哪些是我们的关键产业其实一直在变动 那假如说你交由立法院去定的话 光是那个审议的这个过程来讲可能就会拉很长 拉长了以后结果关键产业已经不关键了 对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 那所以呢 所以目前来讲 所以你假如说我们收集 以目前来讲 假如说你收集我们国家的产业的关键产业的情报来讲的话 按照我们国家情报法的规定来讲 它最新最新的部分来讲是七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图形 那是非常重的重点 对所以针对这一块来讲的话 就是那些情报的保密或是保管的话 这个部分必须要非常的慎重 那其他有有想要从事这种工作的人 可能必须要做一些非常大的省事 因为他非常大的什么 非常大的要要去做一个利益的 因为他未来的面对的行政是非常重的 就是你想要去当情报人员 要去当收集当做间谍行为的话 必须要考虑到这个怎么说利益的得失 好又有一个看起来很符合人权潮流的话题 积压法还有积压法这个法 三读通过 被告人权保障更加强化 可以细节上说一说 好 简单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积压法的一个规定 其实积压法最主要有几个重点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个就是积压法原则上 第一个重点我认为是不能够长期单独监禁 因为长期单独监禁来讲 依照目前的科学实证来讲的话 其实是会对人造成影响 所以积压法已经规定 原则上是不能够长期单独监禁一个人的 第二个部分 等一下 是不能够长期还是不能够单独 不能够长期单独监禁 长期单独是连在一起 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说太长期了 就要给他弄个罢 以目前的规定是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你不能够 比如说我把积压一个人 我给他关 因为一般来讲积压 在侦查中的话是两个月 可以再延长 那假如有特殊的重大案罪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无限期的去做积压的动作 但是要陪伴 对你不能把他关在一个单独的居留室 他只能对着石头讲话 其实到后面会对他的身心造成非常大的受闯 尤其是积压 其实通常来讲 积压正常来讲 他其实不是一个有罪判罪的确定 他还不是一个犯罪人的身份 所以这一块来讲 你假如是使用一个长期单独积压的方式的话 反而对 假如说我们贯彻无对推定 那你是要给他真的带一个伴 还是说让他养个宠物呢 以目前来讲看守所里面是应该是没有宠物的 所以只能对 可以建议吗 也许未来可以朝上这方向努力 但是目前来讲是没有这个规律 法律上没有 对法律上是没有 那第二部分来讲积压 因为他们积压有时候还会做劳作 所以以前劳作金的话 他们只能够分到37.5%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 是提高60%可以充足被告的劳作金 所以金额有提高了 对 然后以前来讲 那要做什么东西 他们会做手工 比如说是折纸 比如说提带 做纸 手工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部分来讲 他们是 因为假如说以前他们做这种东西 有加 就是我们 我们说的加班的这种状况 以前是没有给这个劳作金的 然后现在也规定 必须你超时工作还是要给劳作金 然后第一个就是你在做职业的过程 你有受到职业伤害的话 规定要给予补偿 然后最后一个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重要 就是保障被告 通信的权益 通信跟投稿 以前被告来讲 就是积压的被告 他要投稿的话 原则上来讲是不准许的 以目前来讲 他是可以去 陈水扁不是就到处投稿 原则上来讲是不能 但是目前来讲 但陈水扁都可以例外 这个也是法律他没说的 以目前来讲 我们针对于说 积压通信投稿部分来讲 已经有明确规定 原则上来讲 被告的话 都可以去对外做一个 通信跟投稿的动作 除非他涉及到说 你的通信内容 可能是你是要逃遇 或是要维护 看守所的秩序或安全行为 或是说你有在 可能是你的书信的内容 可能是涉及到 有逃脱的这种描述的状况 才会被限制 不然原则上来讲 你是有自由通信的自由 就是有通信的自由了 对 然后另外就是说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针对于说 你在监守说 受到不当的虐待的话 我们目前来讲 也有规定 陈情跟申诉 还有司法诉讼救济的管道 这也是积压法 这都是比较公开的吗 对 就是说 不会说 像以前我记得 杨登奎 还把自己的手打断 才能把送求救星 以目前来讲 这个法 以基压法的规范来看的话 他针对 假如说你提起申诉的话 会必须要 提起申诉的时候 必须要成立一个 申诉的小组 那小组总共有九个人 这部分来处理申诉的问题 然后假如对申诉结果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提起司法的行政救济 所以应该不会发生 之前的这种状况 有一个题目 我觉得很有趣 我一直想不通 他到底在对于行为 这个行为 跟对于这个人 所赋予的意义是什么 你们律师 还好我现在想 我不是律师 为什么呢 律师将有专属的QR Code 圆月起 扫描条码 就可以辨认真假 这感觉像是给那个宠物 打上晶片一样 你现在有吗 以目前来讲是没有 但是未来会有 这其实是因为 就是有个晶片 你不会走私 这其实是让民众可以更简易的去辨别 你说委任这个当事人 是不是具有律师资格 之前很多新闻案件常常发生说 没有律师资格去冒充律师 他签了很多顾问 然后甚至委托他出勤去打官司 结果后来才发现他没有律师资格 可是一般来讲 我们要查律师资格的话 我们可以去上法务部的网站去做搜寻 可是那个东西来讲 就是还要多一个动作 那以目前来讲 大家手机这么普遍 我只要去扫那个 你现在手机里有没有QR Code 有律师的QR Code 台北律师公会有做一个QR Code的方式 可是这个是法务部建制的 所以应该是全省都可以通用 未来明年元月的话 所以你就有晶片了 不是晶片 他是扫那个BAR Code 就是有一个那个条码 我们扫了之后就能辨别说 你所委任这个律师 大概他的相关的资源 所以这个律师 有没有打过预防针也不知道 这不是 律师不是宠物 律师不会 不需要打预防针 但是律师有没有取得律师资格 是有规范的 谢谢你